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 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 是不能一点事故都没有的 不过同位事故也不尽相同 大体上说 北京人的事故是误出来的 上海人的事故则是算出来的 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事故 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 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 都是消息 眼皮子微微一抬 眼角不动声色的那么一扫 周围人的尊卑未见 远近亲疏 善恶好坏 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然后 该热乎的热乎 该冷淡的冷淡 该应付的应付 总不会吃了亏去 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事故 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事故 官场上 那些老谋深算 或老奸巨华的不倒翁 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 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 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 启蒙开悟的北京人 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楚人知道 无非面子人情 北京人最懂这一套 比方说 六弯是见了熟人 都要请安问好 老没见您呐 多谢您呐 回见您呐 这就叫礼数 也叫和气 因此 不会有人先啰嗦 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 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 街坊邻里的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 婚丧嫁娶 都要随个份子 倒个喜 或倒个脑 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 也愿意给街坊邻居尝一口 是个心意 也是个礼数 虽然有时不免有些城市化 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 这礼数是人情 也是事故 人情事故 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聚为一体的 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 其实这委婉 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事故所使然 因为只有这么说 才显得对对方尊重 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 透着亲热 这就是人情 同样 也只有这么说 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 也才听得进去 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 也不会恼怒 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 这就是事故 这就是事故 毕竟拳头不打笑脸 理多人不怪 多点理数 没什么不好 也没什么错 正宗 都说 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 比方说 懂礼术的人 都有眼色 所谓有眼色 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 什么事不可做 什么话可讲 什么话不可讲 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 等等等等 掌握其中的分寸 是一门大学问 也是一门艺术 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 是由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 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活泛 心里面透亮 老北京人相信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 也没有过不去的桥 无论好事坏事 还能一个人包了圆了 所以 漏了脸 用不着阳陵打鼓 背了石 也不背那儿了巴基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老黄河还行改道呢 人世间的事 哪有个准数 风水轮流转 没准明天赚到哪儿 瞎折腾什么呢 消停些吧 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 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 也别较之 较之 就是死心眼 天底下哪有真事 不过汤事儿罢了 所以 不管干什么 也就是个对付劲 北京人有句口头禅 叫混 还有个常用的词 叫不赖 在他们看来 人生在世 也就是个混字 比方说 混日子 混事儿 混口饭之等 所有的人都是混 所有的事儿 也都是混 要说有区别 也就是 一个人混 还是各几个一起混 混得好 还是混得不好 混得好的 能混个一关半局 混得差点 也能混个度元 但不论好歹 能混下去 就不赖 显然 这种事故 是古都的智慧 也是农民的智慧 农业生产周期长 要能等 京城官场变故多 要能忍 而面对风云变幻 世事沧桑 要能对付 京都之中 地面之下 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 天威难测 官运无常 今儿个 新科状元 金榜提名 明儿个 菜市口 人头落地 大官员 底朝天 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事故起来 北京人的事故 是他们酒力沧桑的结果 这种酒力沧桑 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 而能保有几分超然 使他们在静观中 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事故和通达 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 而平和的背后 是信命和认命 老北京人的信条是 命里只有八尺 就别攀着一仗 人还能大过天去吗 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 命里没的求不来 那就没有必要去争 去抢 也就没有必要 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 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 就浑身不自在 一肚子的别扭 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 过不去了 正派北京人的事故里 有着越是太多 见是太明的悲愤沉痛 看透了 又无可奈何 于是 无可奈何到了极点 反倒变成了平和 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 是由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 这种活法 讲究的是心眼活泛 心里面透亮